我沒有很難親近啊 我現在做的只是聽我的電視專輪 那其實我今天來這裡是舞蹈物狀 我一進來發現好像我來錯地方了 因為過去我的分享大概就是 從幼稚園到80歲的老人家 然後就是很那個 很傳統的那種分享方式 就是採用所謂的演講式 可能各位就要坐在下面聽我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那今天一進來發現 他給我的9分鐘 我以為是90分鐘 那我電腦好像沒有出來 沒關係 那我先稍微一次我介紹一下 我叫做矛頭 那剛開始的工作人員就問我說 為什麼我叫矛頭我又沒有矛 那我請自立馬 然後突然走到矛盾 那過去我稍微介紹一下我現在的工作 我是在保護動物協會工作 那以前我是在高中的時候 就開始接觸到這一塊的工作 那時候因為學校有流浪狗的問題 所以說開始接觸我 那我曾經待過私人收入所 曾經待過公立收入所 那曾經待過就是做過動物的救援 做過動物的鎮養 然後後來就是在去年的時候 曾經用走路的方式去環島一圈 那時候就是有寫了一本書 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這樣子 那今天既然他電腦不想理我們的話 那我就直接用口述好了 我稍微要跟大家談一下就是 關於現在台灣流浪動物的現況 十二夜這部影片大家看過嗎 有 那十二夜看過之後大家都會有一個氛圍 是現在台灣流浪動物的狀況其實是非常嚴重 那動物它真的只是像影片那裡面 就是產生出這樣子很可憐的狀態而已 那為什麼說這個 跟大家說一個數據喔 現在是台灣 一年有十萬隻的 一年有十萬隻的狗要進到收入所 裡面被幹掉 一年有十萬隻喔 那為什麼大家進去被幹掉呢 因為他們造成了很多的問題 造成什麼樣的問題呢 追車 咬人 翻垃圾 有跳蚤 或是身上沒有毛 那就是四處那邊 胡亂飛腳等等的狀況 那所以說有一些人雖然喜歡動物 那有一些人對動物沒有感覺的 但是那開始感覺就發現說 這些動物它造成我們的困擾 那我們最直接的想法就是 不然呢 我們就是把它抓起來 關在一個地方 那當太多動物在的時候 我們抓起來 關在一個地方 關不下的時候 就要變成是 現在台灣法律這樣的狀況 就把它幹掉 安樂死三個字聽過 你覺得什麼叫做安樂死 安樂死其實有兩個條件才成立喔 第一個條件是 他的對象是 患有不治執政者喔 第一個條件是 他必須是用沒有痛苦的方式讓他死掉 那 也就是說我今天來到交點會場的路上 我可能再告訴公路上出了嚴重車禍 或沒有職務人 都等一下 不能做任何我想要做的事情 不能看漫畫 不能看影片 那生物如此 各位用了沒有痛苦的方式讓我死掉 我剛剛叫做安樂死 可是 你知道在台灣 進到收入所裡面 九成九的都是好手好腳 會跑會掉 你覺得他叫安樂死 好像不是喔 那 如果我們不要這麼說好了 呃 我們不要說安樂死 那我們把第一個 那個患有不治之症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這個條件拿掉的時候 用沒有痛苦的方式 致死我們可以怎麼談啊 我們政府告訴我 他叫做 人道屠殺 人道處治 或者 人道屠宰 那這時候我要問大家一個問題喔 我今天 拿了一把刀 架在安安的脖子上 輕輕的 溫柔的 說請你把你的錢包拿出來 這樣叫人道搶劫 我今天拿一把刀 架在安安的脖子上 輕輕的 溫柔的 慢慢的把他衣服一件的 一件的脫下來 慢慢的把他褲子 一件一件的拉下來 這樣叫人道搶劫 我原來做壞事還沒人道 呃 在台灣處理這件事情喔 呃 打針 你覺得 痛痛 打針其實在很多人的耳朵裡面 聽起來是不痛的 但是我每次到 捐過血啦 每次到捐群車上面 一坐下來的時候 故事阿姨都在 他這麼大肌的講出來的時候 那老師咧 我都會 開始輕鬆 然後因為我怕痛 我都會跟阿姨說 阿姨你能夠吐小一點嗎 阿姨聽到我叫他阿姨的時候 然後你就被撞了 可是重點是 阿姨在吐的時候 雖然她心不甘情不悅 但是 她還是吐的時候 她都會說 深呼吸 再吐下去 今天我們在台灣 是用打針的方式 把一隻狗殺掉 那 我們講國語 狗講 狗語 國語跟狗語不能通嗎 那所以說 一個人要不殺她的時候 拿著一支針 在她旁邊 準備要痛 堵她的時候 狗聽不懂 深呼吸三個字喔 她完全不知道你要做什麼 那我們再做一個假設 假設今天 Google翻譯 出了一個新功能 就是 狗語翻譯機 狗語跟狗語 開始可以通了 那 我拿著一支針 走到她旁邊 她聽得懂我的話 阿 我也聽得懂她的話 我就會說 把你的手伸出來 把你幹掉 阿如果她真的會伸出來 那她腦袋就一定有問題了 好 那我們來 前面 來跳一下這個是 那時候環島的照片 然後來說的這本書 那時候這本書大概是 因為我們平常 跟流浪動物的接觸 大概已經變成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那所以說 這場環島旅行中間 大概跟流浪動物有非常多的接觸 那也去體驗 又有一種 不是很輕鬆的旅行中間 去體驗一下流浪的感覺到是什麼 那 也因為是失業才去環島的 所以說 我們就在我的背包上面 掛了一個 歡迎未死的旗幟 那想說 在這中間 可以變遲變合 那是我們協會的名字 好 那我現在在幾個 那個 大專動寶社長這邊 當小老師 這邊我們不要看喔 還有三分鐘 來看一下後面的部分 來看一下後面的部分 簡介一下 台灣流浪動物的現況大概是這樣子 要嘛是冷死 不然是餓死 或者說 會成狀死 大概他們的生命 就是不離死這個字 那 遊浪動物的問題 剛剛我稍微提過 他們會翻搖垃圾 在街頭上遊蕩 啊 煮成黑幫啊 胡亂飛叫啊 在街上有一片 啊 看一下有一片 或是水地大小便啊 追車啊 咬人啊 或是這個叫做蕭膏霧 什麼叫蕭膏霧 它是母狗發情的時候的一種現象 讓我們把箭頭指向LP 你可以看到 12345678910 11個LP 可是只有一個小姐 那現在在台灣 在解決流浪動物的方式 都是採用 所謂的通報捕捉 今天打電話給 這五三位 就會有人來抓他 但是抓他不見得是 我打電話 我說他會咬我 那我說要來抓他 他來了 可以抓他 他比較好抓跑比較慢 那這個時候 我就要問大家一個問題了 剛剛我有提到 呃 我們現在一年有10萬隻的 動量線到收入裡面被幹掉 那 一定要被幹掉 在我們現在才有這個標準 翻搖垃圾就該被幹掉的話 那麼 翻垃圾的人 在街頭上遊蕩該死 然後 街頭上遊蕩的人就 該死 如果現在標準 主持人要幫他該死對不對 該死 好 這樣會不會 所以以後不要再結論大作戰 然後 呃 敲到霧了 該死 請 不要去 可以來交點 但是不要去 呵 下一張 下一張 不要去這個地方 去這裡就該死 好 換換下一張 開始 開始 好 那我都說這個叫做永續經營 我們現在的方式就是抓一部分 留下一部分繼續在街頭上不斷的繁殖 然後 再讓他生了之後再抓一部分再繼續 再讓他不斷的繁殖 很多時候都說政府在解決 然後公共的問題叫做永續經營 那 如果說我們在解決任何的社會問題 都用這種暴力的方式 會讓我們的國家變得非常的落後 如果在立法院前面的那些 要問題要解決 就把他們抓起來全部幹掉 這樣就可以解決的話 或是拿水噴他們 拿水噴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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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解決的話 那我們的國家永遠都不會進步 好 那稍微介紹一下 像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大概就是 因為流浪動物的問題 跟台灣人最有感覺 譬如說我現在跟你談動物園 或是跟你談 你現在在吃的食物的時候 你有沒有什麼感覺 那流浪動物現在越多越有感覺 那所以說 我們在做的事情就是 在做立法的部分 像我們的法律 可以是適合去解決現在的問題 另外像是 教育的部分 那我們會從六歲的小朋友 我們是六歲的老人家 大八十歲的老人家 另外一個就是 絕育的部分 我們學會全台灣各地 去用一個大規模的方式 去做結紮 去把流浪動物做一個 減量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還有一個團隊 正在澎湖的望岸島上面 會在那邊待三個月 就是不斷地把那邊的 島上的貓咪做結紮 去達到一個減量的效果 好 謝謝大家 每週刺客 還結んで半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